首先我要欢迎罗凯文会长在2021年接任传统基金会会长之后 首度率上访问台湾 我也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老朋友佛纳创办人再次见面交流 我要感谢传统基金会作为美国重要的智库 长期透过媒体投书举办研讨会等方式 表达对台美关系的支持 也持续发挥影响力 协助台美双边在经贸安全等领域有更紧密的合作 同时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报告 更是台湾精进经济政策的重要的参考 去年台湾经济自由度的评比名列全球第四名 创下历年最佳的成绩 这证明了这几年台湾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弱势环境永续的发展方向正确 不仅为企业创造良善的投资环境 更获得国际的肯定和新能 美国是台湾重要的安全及经贸伙伴 拓展彼此合作领域 除了符合双边的利益 也能够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固 更有助于全球民主阵营 共同守护自由民主及人权的普世价值 借这个机会 我要拜托传统基金会的各位贵宾 继续协助台湾和美国在各领域深化伙伴关系 一起为区域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最后再次感谢罗凯文会长率团来访 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我也期待稍后能和各位贵宾 就台美关注的议题交换意见 谢谢大家